欢迎回来请报现场 我是罗晴 那刚刚有提到呢 两岸的学生在平常交流生活上的非常的融为一片 但是到了比赛这个紧要的关头还是要分出胜负 还是有点压力的对不对 那在面对比赛的这些压力跟考验的时候 台湾跟内地学生分别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我来讲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就是全州比赛主持人新人赛的时候 我的第一关其实是要抽一个搭档 然后你要跟他在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培养出默契 然后主持一个环境 然后可能你抽到的题目也许是一些可能儿童节目啊 或是新闻类节目这样 然后我抽到的那个搭档她非常漂亮 而且身材非常好 是一个来自东北黑龙江的一个女孩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觉得我是一个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以实际年龄小嘛 她觉得我就是一个妹妹 所以她在主播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她就说那不然我们就一起做一个台风的报导啊 然后我当主播也当记者这样 我说可是这样好像就有点违反了两个 就是参加主持人新人大赛的话 应该是两个是对等的嘛 那这样变记者的话我怕这样好不太好 就是因为这个点我们僵持不下 然后我还跑到她房间去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她就是稍微强势一些 然后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就是很有坚持那样 那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合理我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有点不合理的时候 我也不会正面去跟她冲 我就去想我该怎么办这样 后来就是到了最后就是我这些队友 有些就是看不下去 觉得我不应该就是这样子 揉揉弱弱的任她摆布 后来呢我们就说 不然你就在要比赛的前 可能前几 他们叫我前几分钟哦 他说反正你反应快嘛 那你就临时就是 你就改你们整个的环节啊 我说他就说你想要做什么 我说我想要变成是两个主持人 在做一个连线的震灾现场这样 他说那你就在前几分钟 你就这样跟他讲这个想法 然后反正他要你当主播的话 那当记者的话你就不要管他 反正你反应比他快 可是我觉得这样才太不人道了 所以我大概在大概半个小时前 我就跟他讲这个想法 然后跟他沟通 他就有点面有难色这样 可是我觉得到后来的合作 虽然有这个插曲 他觉得为什么不按照他安排的走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态度都是属于和善的 没有跟他说正面冲突 或者是什么呛声之类的 都没有 就是外源内方 就是外面算是圆融 但内心有自己的坚持这样 对 因为其实那是算个人的评比分数嘛 后来那个结束之后 他居然变成我还蛮好的朋友 他都叫我 化敌为友耶 他都叫我小可爱 因为我就带了很多台湾的名产 什么凤梨酥啊什么给他们吃啊什么 他就说小莉你就是小可爱啊 你走了我舍不得啊 后来到台湾之后 他还会常常在我的微博上面跟我互动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女主播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碰到他们 可能个性比较直 比较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慢慢的慢慢的沟通 他们一开始就啊 因为我就到你们那边有些人沟通 其实他们沟通的好大声啊 不像在沟通 他们就不去沟通吗 就这个行不通 这样有点招架不住耶 对 我觉得慢慢来 其实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啦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个磨合期 对 对方跟自己的意见没办法达到一个平衡 但是真的经过不断的不断的沟通之后 最后结局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就是该硬的时候要硬 但是又不能够一直很硬 对 那淑安呢 就是我上个月我刚从北京回来那时候 我去参加一个大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比赛 那那个比赛就比我们上次 我跟小李参加那可能这个 就是可能专业度再更高一点 因为他们是很多是专业性的主播来比的 那那个参赛的竞争当然也更激烈 那不过我记得很清楚 我跟我住同房的一个一个室友 他是他是江苏台的一个主持人 他当地也是小有名望很年轻 区长我几岁 那我觉得说他他在他一路表现都很好 那跟我一路也都是在搭档 可是我们觉得说 每当我们从台上那种竞争的关系下来之后 回到房间里我们一定会坐下来 我们都没有约好 但我们都会坐下来 然后他坐他的床部坐着床部 两个大男人在那边谈心 现在想起来的感觉真的有点 不知道怎么讲 两个大男人坐在那边 你觉得比他怎么样 我觉得刚刚那个环节 我明明可以表现更好 不会我觉得跟你讲 你只不休息那个环境 你下一个环境 你什么东西不要做 什么东西再多一点 你就可以表现得更好 就是我们有很多这样 互相当对方的军师就对了 对所以说即使后来他的成绩非常好 他打进了钱师民 那虽然后来我中途 我就没有赛程结束之后 我就回来了 那他回来之后 他还是不断的跟我联络 说虽然你有看到我们比赛吗 他说我好希望你能够也在这个地方 那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说还有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跟一个女孩子 在也是大陆的一个 就是央视比赛 另外一个女的选手 他跟我聊天 他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他 他的状况比我 他比我年轻 所以他往往对我有一种 就有一种很 一种比较请教的态度 师兄 对师兄 那他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你当当 当你今天站在一个舞台上 进了这么激烈的舞台上 其实你最重要的并不是你自己的实力 最重要是你能够结交多少战友 那我觉得说大陆的选手 也就是年轻人们 是很乐意跟你结交战友 而且并不是那种比赛利益上的关系 去互相的补执 那个女孩子跟我讲了一个话 让我印象深刻 说十万你知道吗 我好想嫁去台湾 那当时我说 我们比完赛来讲 替台湾加分不少你们 谢谢 像我自己之前去内地比赛 就是歌唱的经验 之前去内地比了 音乐金钟的流行音乐的大赛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吉他手去 然后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在内地那个电视节目的规格 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选手在那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忙 不是只要唱好歌就好了 首先早上要先去拍音乐故事的MV 拍完音乐故事的MV之后 要排练比赛前的大车轮 就是大家的舞蹈 然后跟一些舞蹈跟歌唱 还有所有团体结合在一起一个表演 然后这些都完了之后 才是个人曲目的彩排 所以每天的行程就是满满满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 工作人员发我们的通稿是早上9点 我们要拍音乐录影带 所以我跟我吉他手就一早就起来 准备好到现场 结果发现呢原来是44组的参赛选手都发9点拍音乐录影带 所以呢其实大家到那边到场地之后呢就开始等第一组的拍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后第二组拍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结果真的轮到我们的时候竟然是晚上9点了 我们就觉得在台湾呢好像会用另外的方式处理 比如说前5组发9点 后5组发10点 这样子每个人通话时间会不一样 但我发现在那边所有人通话时间都一样 那所以我们就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结果原本那天应该要完成的排练呢就移到了第二天 那也是一样呢有非常多需要等待跟耐心的部分 那台湾的选手呢我们可能就有点不习惯 觉得我们应该约好几点就要做这件事啊 我们就问问旁边内地的参赛者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沉稳 而且非常的习惯 他们就说呢因为电视台事情很多 所以我们要体谅工作人员的辛苦 虽然我们现在有可能10个小时等待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继续来练我们的表演 练吉他练歌唱 所以就是没有关系 或是在旁边休息也好 所以我们就渐渐学习 跟内地的选手一样在等待的时候就 喝喝下午茶啊 或是健身房慢跑啊 就发现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在做完 比赛前做完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 其实我已经觉得很累了 可是我没想到看看身房内地的选手 还是非常有战火 还是持续在燃烧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天真正比赛的时候 是凌晨大概1点左右 才轮到我们这组的选手去演唱 那当然因为是这样子 得来不易的机会 所以我跟吉他手非常努力的去完成那个表演 然后我看看身旁大陆选手 真的虽然到了凌晨1点 而且其实都很早起喔 但还是战火全开 非常完美的去完成那场演出 然后我就觉得对手的韧性 就是大陆选手的韧性 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 就是不论环境怎么变 不论流程怎么改 或者说现在要等多久 完全一样做回来不乱 就是专心在表演这件事情上 那当天呢我记得我们在一个环形的舞台表演 我们的舞台是个360度的舞台 然后正面呢就是有一些评委 还有一些评审 然后呢观众是坐在360度的观众席 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呢 非常有那种很豪气的感觉 天花板上还有就是非常豪华的装饰 然后我觉得那次的演出经验 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因为那是我人生算是占过最豪华的舞台 那整个设备呢也非常的好 虽然经过了非常多的等待 但是呢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那刚刚听到三位啊 在比赛的时候虽然遇到一些挫折 还有一些对手需要沟通的部分 但我觉得真的这样子过完那一招之后 会发现有更多的收获 那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跟你聊聊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哦